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以后的话了 那么我们今天接着上次聊 昨天我们聊到了太极圈的快与慢 那么今天呢 有朋友说能不能再聊一聊太极圈的动和镜 关于动和镜呢 其实呢 在这个民歌聊太极的一千多个视频中间 还是很多是聊过的 太极圈其实呢 很简单 就那么多东西 聊来聊去呢 还是那么多 这个 哦 这里要想起来 顺便插一句就是 我回去以后呢 国内的平台像这个西瓜视频还会继续播出 最近几天可能没有时间了 可能会停几天 但是呢 在国际的这个平台上呢 很可能 媒体平台上呢 很可能呢 会停一段时间 因为 因为 这个 国际的平台上呢 我还不知道怎么发 好 那么 今天呢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关于动和镜 这个 镜和动 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东西 是一个矛盾的一个东西 啊 说 镜集生动 啊 镜集生动 啊 镜集生动 啊 镜集生静 就是 我们 就 比如说 我们 在动作 相当快 或者是我们 专心自助的 自智的 自智的全心 全意都在带入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非常的静 非常的静 你要三心二意地干一件事情 很多就是心里就不会解 它是一个相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静的过程 太极拳 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 那么太极拳的静极呢 也会生动 静极的生动 它很好理解 比如说像那个 在这个 这里有一个垃圾车 这个垃圾车有声音 好 那么垃圾车过去了 我们接着聊 在这个 静极生动 这个很好理解 这个 我们 说叫什么 沉思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 这个 一心一意地在想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看 专心地想某件事情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你的内动就特别大 但是呢 外部就近了 你看一个人出神地 看着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的神都在看着那边的东西 专心地看某一个东西 观察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的外部 我们的手脚外部 就会不动 就会不动 对不对 我们明格聊太极不谈理论 我们只说实际 我们就这个白话来说 你专心地想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想到入神的时候 你的四肢都会停止 都会停止 它会不动 对不对 它会不动 你看 这个内部动极了 外部进了 那么外部在动极的时候 你专心地 非常快的动气的时候 你一心一意地在动的时候 你的内部是进了 所以这个进和动 什么时候都不要满足 就是有的朋友说 这个进动 明格已经聊过很多次了 什么时候都不能满足 今天我聊的话题的主要的意思是 你任何时间 任何阶段 你都不能说 我已经做到进了 我已经做到动了 过一段时间 它上一个台阶 过一段时间 它上一个台阶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这个进 也是没有止进的 没有说我什么时候 我已经做到完全进了 我已经完全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 都没有满足的时候 就像我聊动于进 聊过很多次了 什么时候 都不可能聊得很清楚 都不可能说 我全部说清楚了 进也是一样 任何时间 你都不可能满足自己 我已经 我太极限 进我已经做到了 都不能这样说 好 今天我讲的意思 就在现在这几句话 就是你不管动也好 进也好 慢也好 快也好 什么寒凶八倍也好 什么也好 你任何时间 都不能满足自己 你过一段时间 你得进的理解 又上一层 你过一段时间 你得进的理解 又进一层 这就是太极的魅力 我在 在这个 有一个平台上 我题目每次都写 太极的魅力 这几个字 这就是太极的魅力所在 为什么有很多 我看很多爱好太极权的人 都说 等我老了 我一定和太极相伴 永远伴随着太极 一辈子都更太极 他为什么会这样 对太极有一种什么的 不除了魅力 对你永远都有吸引力 这就是太极 它的魅力所在 如果说 我这个东西 学会了 学会了 那就没有魅力了 对不对 没有魅力了 就是 它永远没有止境 它才有趣味 才有趣味 这个趣味对于入了门以后 不断地上台阶 不断地到新的境界 那是乐趣无穷 奥妙无穷 好 这个动与静的问题呢 今天大家听懂几个意思 一个意思呢就是 静于动 静于生动 你进到极致的时候 它就会生动 那我外部进 进到极致的时候 怎么样 它内部动的就大了 你当你外部动 动到极致的时候呢 它内部进 这就是一个统计的 矛盾的一个统一体 那么 我们说这个矛盾也好 说统计也好 这是属于理论了 我们不说它 就说实际 第二点 就是一个要怎么样 要把它 这个 当做一个 永远陪伴你的东西 永远都不要说 我的静做到了 我的动作到了 我的慢做到了 我的架式已经做得最好 我的心法已经学会了 每一个人 每一个时候 每一个阶段 都不能有这个思想 都不能有这个思想 这就是太极的魅力 有朋友说今天 没有穿练功的衣服 对吧 因为明天就要启程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把那个练功服都洗了 然后呢 装到箱子里了 行装已经打好了 所以就没有换衣服 好 那么 今天呢 我们关于动和静呢 就讲那么多 就讲那么多 欢迎大家点赞 收藏关注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